為什麼我經常很緊張膝蓋 因為我自己的問題 我就抓著Mikey 有沒有這個關膝蓋的東西 他就拿著這個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大家有沒有用過一些叫做 紮鐵布 即是那些tap 拉過去給人看 多長 這個就是一個紮鐵布的肌肉紋理 一個護膝來的 這樣也好 譬如平時我們要貼那些膠布 紮鐵的膠布 貼了之後 有些人不懂得貼 別人懂得貼 那些人貼了之後 每一晚都要拔 腳毛就不可以避免地拔走一些 其實你說的那些就好像我們的高藥布 是的 拔走一些毛 我聽說紮鐵布 是 那些叫tap的肌肉貼 它根據我們的關節 肌肉紋理去貼的 但是這個就不用的 你看到它好像有一個膝蓋的形狀 包著膝蓋的中間 旁邊好像抱著它 你還要看到後面好像有一個小腿位置 小腿位置就是小腿包著很大的肉 那大塊肉有什麼好用呢 你避免跑步的時候 那塊肉在那裡發下發下的時候 一個人就會累一點的 能量就會低一點的 沒有跑得那麼快的 跑完之後就沒有那麼累了 這裡有個支撐 是的 沒錯 它就抱著小腿的位置的 這些物料很特別的 是的 比較薄一點的 你看不記得 是的 跑步會不會熱的 不會啊 這個比較薄的 內籠又不同的 內籠是這樣的 是的 大家看一下內籠 舒不舒服汗的 其實它是透氣的 透氣的 是的 透氣的 透氣和超薄的 而且它可以穿得比較舒服一點的 是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街上 你們很多時候都會看到很多護膝 就是那些護膝 我有看到很多 就是紮到很紅 很緊 人們說越緊就越好 就能夠令你 stable 到你的屁股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的 太緊就不行的 這個circuition不好呢 血量不好呢 其實都不好的 你看看這個是一個圖可以看一下 它怎樣去貼的時候 看得到的 好 你繼續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這個就像平時我們貼布那樣 貼著那個布就這樣 但是現在它是貼在這個護膝那裡 是的 這樣 那有沒有護膝呢 除了護膝呢 有啦 你看紳孫那邊呢 大巴 就是這個品牌本身呢 其實是有很大的條線的 我們現在的同事就很好了 立即plan過去給你看 我們在店鋪就沒辦法了 網店就擺不上那麼多貨物 我們經常都要重複又重複 就是這個護膝呢 就很值得買啦 又有折頭啦 是的 現在都上去HK Star Stop那裡買啦